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幾天中國百度的副總橘鏡 在五一連假期間連續發了三到四條短片 分享一些工作金 但是被眾多的中國網友抵制出征 強迫他要道歉 那他究竟說了些什麼? 或許我的想法可能跟大家不同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其中一條影片就好了 因為他還有另外三四條影片 我們就看其中一條 我為什麼要考慮員工的家庭 我又不是他的婆婆 我主要是要考慮的是 他能不能在他的崗位 及時的給我交付結果 我又沒有要求他周末陪著我出差 我又沒有違法勞動法 因為那個時候疫情非常非常的緊張 我們必須要算著紅馬綠馬出差 出了北京就不能進北京 所以連續出差五十天 是時間最合理最優化的方式了 那我比你大十幾二十歲 我也沒覺得苦沒有累 我有兩個孩子我沒有覺得苦 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說 老婆受不了的需要你回去 你要回去就回去 你要回去以後 升職及掌心的時候不要來找我 你可以不用承擔重要的工作 但是你掌心的時候就沒有你什麼事了 我沒有危險你 別人跟著我出差五十天 我不激勵我不掌心 你不覺得不公平嗎 男朋友打電話跟你要不要分手 跟我有什麼關係 如果你這麼在意 你男朋友支持你不支持你 因此之下我秒批 而且我根本沒有義務 去了解你哭了還是沒哭 吵架沒吵 這不是我作為主管該關心的事情 我不是你婆婆 我也不是你媽 我只關心這個結果 我們的關係 我是雇用關係 看完影片了 不知道大家對他會有什麼想法 他到底是冠主管呢 還是他說的其實在你 當然啦 我也看一些台灣人有follow這件事情 嗆取禁 什麼在外面連續出差五十天 這你也敢說出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要噴的話 你就要噴中共中央 你要帶入當時的環境氛圍 是誰讓中國疫情期間 經濟大停擺 動不動就封城來得又急又快 且都是毫無人權的 尤其是在他剛剛提到的帝都北京 當時啊 北京更是比其他省份保護的 更加死死的 你可能有時候要進進步來 有時候要出出去 那每天啊 只能憑著運氣 因為政策真的來得又急又快 在中共這種嚴峻且 毫無人道的封控期間啊 倒閉企業無數家 而且中共還沒有任何像歐美 還有台灣這樣的補貼啊 照理來說 他們應該要補貼的比歐美還要多 因為他們封的比歐美還誇張對吧 但事實上沒有 那如果還有企業撐得下去 還保有工作 那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之下 每個人都不容易了 所以不要把台灣當時的狀況帶過去 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你們只能互相內捲 拼誰更願意為公司付出 讓主管看見 那我認為拘禁錯的點就是 話說的太直接了 不漂亮 而且中國網友也不敢怪 是因為封控期間是誰的政策 誰導致了這樣大環境的結果 不敢噴 只敢噴資本家 大家有發現一件事情嗎 中國網路打開啊 很多很多時候都不敢直接噴 中共這樣或是身上 都是噴 啊又是哪個資本家 要打到哪個資本家 又是哪個資本家在715 但事實上 這後面真正7R都是中共 資本家也是被中共剝削的那一環啊 更多的中國網友噴的點其實是在於 他沒有人情味 沒有感情的主管 那為什麼會噴情感方面 因為他說的其實是在理 因為大家都不是老闆或是主管嘛 所以 心裡會受傷 但換個方向看 如果員工也不願意關心主管 哦 主管是不是跟男女朋友吵架啊 分手心情不好 如果你也不關心他 那自然而然的 主管也不會關心你 人是互相的嘛 那我後面會講 這個拘禁互相的點在哪裡 看到最好 而拘禁也說了 他不是員工的父母 我們是老顧關係 是啊 因為你們也常常這樣跟老闆跟主管這樣講 人是互相來往 那他有 那他何措之有呢 他沒有義務要照顧 你影響工作的感情 下班要罵老闆啊 罵主管 這都可以 工作上誰都會有抱怨 對不對 那當然撇除掉 自願加班 或是自主出差的前提之下 如果員工不願意加班 拘禁還強迫你 那就是他錯了 對不對 但是他在影片中說他自己沒有違法嘛 他也都說 這個員工不願意 那就不要 你就做好你的本分 那以後升職加薪沒有你的事 他說的也是在理的啊 我以前在 當人家員工的時候 我們想要 拼成績給老闆看 不就是要承擔更多的風險嗎 不就是這樣嗎 那拘禁也說了 如果有人願意跟他一起幹 超出了上班時間 那相對的升職加薪的機會 這個人就會給的更多 給的更大 不然對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 所以 相較之下 他還是一個有理的人 他並不是說 這個人跟了我 幹了這麼多事情 我還不給他升職加薪 他不是這樣子去講的對吧 所以其實他這一塊是講的在理 那當然他裡面有提到 他自己也是有兩個小孩 也是有家庭 他都沒有很累了 你們有什麼資格很累 如果你覺得苦 那你可以不要擔任重要職位 我沒有強迫你 只是未來升職加薪 你絕對不是排順位 第一個 第二個 他這句話有沒有說錯 很多人聽到心裡 可能會很難過 我能理解 因為大家都覺得自己很累很辛苦啦 公司是老闆跟主管的 還有一些分紅的股東的 對吧不是我一個底層員工 或是中低階主管的事情 所以你們這些高級主管 老闆就該承擔所有的壓力跟工作 我只負責我該領的薪水的部分就好 沒有錯你講的話 100%正確 雙方都沒有錯 但如果你只願意負責到 你領到的薪水的部分 那老闆跟主管看不見 你有往上爬的能力 你業績做到100對吧 你的績效 或是你其他績效做到100 永遠都是在100 那老闆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能力可以做到120 130 140 他不會先給你更多 然後再看你會不願意做 對吧 當然 如果你穩定成長100 120 200 250 300 在這個前提之下 老闆如果還不幫你升職加薪 還要你供提時間 那你絕對遇到壓榨你的爛老闆 你趕快果斷的離職 你在這間公司成長的工作能力 對吧 那你都有能力從100 150 200 250 把業績或是整個績效帶起來 而這個能力是老闆帶不走的 你走這個能力是跟你一輩子 你上班就是在賣你的勞力 或者是賣你的才能 你的頭腦裡面的創意 或是賣你的這個 人與人交際的那種業務能力 對吧 公關能力 這個產品 這個產品我如果定價200 大家都不買 就代表他沒有這個CP值 對不對 那如果我定價250 有人買很多人買 那就代表他的價值超過 所以這跟工作是一樣的 老闆願意花多少錢 買你的工作能力 你有沒有給老闆看到 你有值250 300的價值 這是很正常 如果你值這個價值 相信我老闆絕對 用再多錢都把你留住 因為你可以為工資帶來業績 跟這個效益對吧 所以我認為啊 一個人對於工作的態度 是從小的價值觀 像我高中是讀商校 我興趣是拍片 還有寫音樂 我利用每週六日 去進修戶外拍攝 去英文的網站 當時YouTube其實不流行啦 我去英文他們自己內建的網站 還要付費 去學他們的特效 然後這個軟體都是英文的 哎呀我還要先學英文 才能先學怎麼做啊 去書局 買編劇導演攝影的書 參加一些短片比賽 上大學後 劇組四年 跟過劇組的人都知道啊 拍片期間 每天可以睡四到六個小時 算已經很多了很好了 而我自己三個階段都參與過 前期 討論 企劃 還有這個劇本 溝通 對吧 演員嘛 各種 各組的聯繫 拍攝期間 哇那更是累 後期啊 後製啊 配音啊 音樂啊 這些也是很複雜 這三個行程我全程參與 那我這些搞完 我還有自己的學業要兼顧對不對 文科的嘛 除了這些我還要打工賺生活費 去餐廳打工端盤子 我沒有抱怨過 我沒有說什麼老師啊 教授啊 老闆怎麼沒看到我的這個專業才能啊 我就是幹給我自己看的我不是幹給他們看的 當然我幹出一些成績老師確實跟教授有看到嘛 那我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我跟當時的女友同居 基本上回家就是我回家就是凌晨不然就早上了 因為打工完還要跑去處理這個劇組的事情嘛 那跟他的交流也越來越少 所以啊 世界沒有一舉兩得的 除非你們雙方都溝通過協調過 你在工作上全力付出 那你就必須在家庭或是感情上做出犧牲 我看徐青他另外一支影片他也是這樣說的 他說他甚至忘記他大兒子的生日 只記得跟他共同打拚的同事的生日 那反之嘛 如果你要在家庭感情或是任何一個非工作相關的領域上 有所突破有所成就 那你就必須做出對工作上的犧牲 反之如果你兩邊都想要達到平衡的話 那你就不要抱怨錢不夠用 或是抱怨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身職加薪的速度不夠快 出社會當完兵後的我啊 欸薪水當時是全公司最低的27000耶 即便我在大學期間累積了無數的參加比賽的得獎 但雖然我進去公司之後才知道人家起薪是3萬起跳 但我無所謂啊 我能不能讓公司有所突破 老闆想要發展新媒體這一塊 我就幫他帶起來 出了帶狀節目 也接了業配 幫公司打一些知名度 當時我的策略就是 要讓公司在這塊行域某個特定產業裡面 知道有這個東西他是領頭養 當時是要往這塊去打 我有時候禮拜六或是禮拜天 我也回去公司上班 全公司都沒人 有時候老闆來公司拿個東西看到我還嚇到 欸你怎麼在這 沒有啊我想說來這邊把東西弄完啊 結果有一次因為業務跟客戶溝通有問題 最後我自願下去支援幫那個剪輯師剪片 按照業務跟客戶溝通的話他完全來不及 結果我三四個小時內就搞定了 還免費幫客戶做了20秒的MIDI配樂 對吧因為會有版權的問題 那個時間也沒有辦法再幫他去找那個有沒有版權的音樂 那個時候那個YouTube的內建那個審查機制沒有那麼完整 旁邊那個剪輯師就來一句 欸XXX你會不會太誇張了 你這樣老闆會不會覺得他都在養廢物我們很廢啊 結果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我那個剪輯師 他是這樣的想法 啊三個月內 我連說都不用說主管直接幫我階段式調薪 三萬三萬五三萬八 掛的職位是影音儲備主管 對不好意思我壞我有野心 我利用了這個機會這個機運跳槽到別家公司 跳四萬五起後面一樣幹給老闆看 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休假的時間幹給老闆看 最後覺得自己可以出來做這個影音這塊 學到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認為啊並不是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我當老闆跟員工的時候一樣的態度一樣的 哪個員工其實有沒有在做事有沒有所突破 老闆主管不會把錢浪費在不該花的身上 相對的你買東西的時候你也是這樣子 如果真的有一個才能的員工 老闆跟主管不會把你當激烈或是把你當打雜的 把你當諸葛亮都來不及了 當然啦我所有的這些前提都是動頭腦的工作 如果是單純勞力上付出的這個另當別論 這個就不適用於我說的這塊 比如說你在做這個漆水泥的啊 對吧你在工地當師傅啊 這個就另當別論囉 那當然很多人也會覺得自己運氣不好 付出了這麼多對吧 結果都沒得到賞識 這樣的話你可以去創業 青年貸款其實是很划算的 只是你願不願意承擔這個風險 把你的才華釋放出來 與其怨天由人抱怨這個主管不好 那個老闆很壞 那不如自己去青年貸款創業一下 感受一下自己以後是不是一個好老闆 曾經我也覺得 給員工一個月五萬六萬十萬啊 只是每天上班四五個小時 是不是 這樣員工就會越來越進步 會覺得自己對公司會更好呢 然後都採用放任的制度呢 後來我發現不好意思 很多人只會要求越來越多 當他這個績效沒有達到的時候 你把一些權利收回來的時候 福利收回來的時候 他會跟你抱怨不平 他們會在這種安逸的環境下躺平 你給他五萬 他一樣給你做三萬的績效跟業績 你給他十萬 他還是給你做三萬的績效跟業績 因為他完全沒有磨難跟承擔風險 還有這個突破的經驗 那你憑什麼把他薪水從五萬調到十萬 但他永遠給你做三萬塊的績效跟業績呢 正常來說如果我要給你十萬的薪水 你必須每個月幫公司賺到三十萬以上的業績 而且我說的還算少 不然的話 你其實自己可以開公司全拿 對吧 不要給老闆抽 曾經我有一個朋友跟我抱怨他的老闆還有主管 但我聽起來哈 就是我朋友不願意挑戰跟突破自我 嘴上雖然說他想要有高薪生殖家的薪 但他身體做出來的反應跟給我的案例呢 又是他內心是偏向要平穩的工作 不求大福大貴 你不覺得很矛盾嗎 我就跟他說你買股票跟借金不也是一樣嗎 你買風險越高的 那你當然承擔失敗的風險也越高 那相對賺錢的時候 你獲得利潤那是越來越高的 工作也是這樣嗎 當然我不想點破他 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問題 我就說那你想法很多 在我聽起來都蠻好的 可能是老闆不是抬舉你 對吧 你工作幾年也有一些社會經驗 我聽你講一些案例的時候 你也分析得頭頭是道 你要不要去青年創業貸款 他直接說他不要啊 他說他失敗不就負債了嘛 你老闆就不怕負債了 所以你不想要承擔創業風險 又不想要挑戰自我找高薪的機會 然後又再天天抱怨 那你到底想要幹嘛 你想要躺在那邊 然後每個月領10萬20萬50萬100萬 但事實上你只能辦公室賺3萬的業績 這樣你回去給父母養就好了 真的 當然我再次強調 我說的一切都是符合勞基法的前提之下 如果沒有 員工就是對的 雖然我前面大部分的觀點是支持局勁的 但是他影片中提到要員工手機24小時不關金 隨傳隨到這句話就完全是錯 完全是灌老闆灌主管 我不認同的 而局勁在被大量出征之後 發文道歉 表示自己會虛心接受 5月9號就從百度離職了 但是有網友發現 他的離職是規劃之一 並不是因為所謂的失言離職負責 上個月局勁就在深圳成立了 什麼卡哇哇文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就是局勁 占股90% 另外一位占股10%的股東呢 是他在百度的助理 回到我剛剛前面講 你看局勁給他的助理機會了 當股東的機會了 因為局勁的助理跟著他幹這麼多年 而他也給他的機會 所以他並不是說 喔你跟著我幹 你白白給我幹 然後我會把你踢掉 沒有用了 不是 如果他是這樣的話 罵 罵死他 沒有人行為 我從來不會在工作上怨天有了 改變不了任何事情 只會讓你心煩意亂 去讀書去學習 去進修 多去跟相關履歷的人交流探討 這些都比花時間怨天有人來得有機會改變 哪怕那個改變是0.1% 但0.1%也比0來得多 以前科學家有做過實驗嘛 對吧 這個綠點啊 是人人都碰得到的 但綠點來的時候 你能不能好好把握住 你只有時時刻把自己準備好 綠點來了 你的基因才會來了 但是時時刻刻把自己準備好很累 你不能鬆懈 對吧 這是你要付出的 但你天天抱怨躺平 綠點來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這是綠點 你也沒有能力 接住這個綠點 對吧 這個聖經的一些書本裡面也說過 當上帝給你繩子給你梯子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繩子 那是梯子 結果你就在下面抱怨上帝怎麼還沒來救你 對吧 前幾天啊 中共國師之役的張維維啊 來到馬來西亞大學演講 各種催果中國偉大復興夢啊 什麼要落葉歸根啊 我們都是華人血統 各種催中國偉大復興夢 結果到了台下互動環節時段 一名學生提問 請問作為過來人的你 怎麼樣辦瑞士的永居 可以給我們一點意見嗎 結果哄堂大笑 張維維啞口無言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張維維老師啊 我今天想辦 因為你是永居啊 老生能作為過來人給我一點建議嗎 好 再一位知道就知道 那根據推特上網友的說法哈 張維維在聽聞這句話之後 並沒有回答瑞士永居的問題 而是跟主持人在講別的事情 非常的搞笑 其實張維維跟台下的師生們都非常清楚 這句話是在羞辱張維維 你在課堂上跟我們講中國偉大復興夢 結果你自己拿了瑞士永居身份 甚至你有沒有瑞士國籍也不好說 雖然你也否認 但是你有沒有瑞士國籍 這個只有海關機場可以證明 而你的永居是在十幾年前 不小心自己透露過的 而張維維啊 曾經在瑞士法國定居了二十幾年之久 被中共發現他有這方面的外語跟經歷 才給他舞台回中國 胡說八道愛黨愛國 如果你不是做賊心虛的話 怎麼不敢正面回答瑞士永居的問題呢 對吧 小粉紅也說 要去哪個國家拿哪個護籍 拿哪個護照 拿什麼永居都是很自由的 對 記得要很自由為什麼你不回答 做賊心虛嘛 所以愛黨愛國跟三字經一樣嘛 人人都可以說 但誰又真的做得到呢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希望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包小小姐的 掰掰